大家好,欢迎来到巴彩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上升形态和K线形态里的K线组合之平底 又称之为钳子底 钳子底主要是两条大长下影的一样组组成 一般出现在下跌的趋势里 并且两只钳的最低点基本上是处于同一个水润 基本上它代表的含义是钳底或后视体式反弹 两只钳子钳在这里,好像两只钳子钳子 钳子在地面 主要是看反弹 我们来看看市场的交易 我们来看看可不可以找到双钳钳底的K线 首先一般都是出现在下跌末端 下跌末端 你可以当成是双钳探底 见解双钳探底 并且一阴一阴之间 双底结构是比较明显的 同时两只速底而不破 同时两只速底而不破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 即使代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算是 主要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用这个交易内的一个措施 如Kase和組合類型體,大家看起來好像是這樣走的 但事實上,這裏我們可以當成一條羊竹 這裏下跌是陰竹 陰陽之間可以發現,雖然它反大了又回落 但兩個股間的位置,基本上由恢復到同一水準附近 712號盤的附近 所以原本的Kase和組合,我們可以簡化組合成什麼 組合成這條羊竹 在這裏開始 最後這條羊竹在這裏 這裏面就變成什麼呢 我們的這個 雙翹劍仔 我們的Kase組合其實是變化的 不是單一的這個狀態就是這樣 去看,兩條Kase 不是,可以做變化 還有我們再找找有沒有相類似 這個位置是嗎 這個位置其實也是 都可以當成的 這裏面就不是 這裏面就不是 而是這個位置 怎麼看出來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位置 它是不是這個位置上升 上升 所以是電到這裏來 那下跌呢 就電到這裏來 隨後這三條羊竹可以當成一條 我們可以把這個位置爆 爆氣室就變成一條大影線的出現 而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當成什麼呢 多一條陰竹 陷入一場 一條大影線 這樣的話 我們再把這個陰陽的高度 一條和 就可以發現 射上來 它就變成什麼呢 這個位置是一條大陰竹 這個位置是一條大影竹 這個位置是一條大影竹 這個位置是鉗形鍵底 因為它後面還未創新低 所以後市基本上 我們都可以看到它會離開 但是如果它創新低 比我跌穿這個位置 水漲車低 我們就可以指示 好 我們去找找有沒有其他 這個位置也是 這兩條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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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沒有特別標準的路程呢 事實上 市場很少會出現特別標準的 就是兩條 直接不用變化 這個案件 有大概的性 因為我們做家事 其實不是說 只看一成不變的 而是需要 結合市場的走勢來判斷 當然有直接好的 我們都知道 但直接好的時間 可能是 莊家主力亞 會做下這個圖給你看 好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